美国汽车协会公布新数据 加州油价已经涨到平均每加轮5.57美元 不只创下全美油价新高 同时也比一个月前高出近亿美元 加上食品价格持续飙涨 让全美餐车业主开始考虑变更餐车菜单 来尽可能的降低成本保障品质 所以我会赚到60$ for a case of salmon 现在我赚到90$ for a case of salmon 据了解因为加州特殊的环保法规要求与高税率 使得加州油价特别昂贵 以落线为例 油价比起全美平均价高出近1.8美元 因此不只有加州议员提案 广发400美元汽油补贴 就连州长纽森也提出新的退税计划 要州议会拨款110亿美元 给每辆注册车辆的车主400美元 且美人最多补贴两台车 也就是800美元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